這次要介紹給ZV-E1用於這種Vlog拍攝方面的最佳鏡頭 經過上一支對於ZV-E1的完整介紹影片 應該在這一個位置 那對於它的那個動態機集的防手震效果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艷 但是動態機集用在我目前最廣的20mm f1.8的鏡頭上面呢 等效效率就會變成來到30mm了 這樣就變成從超廣角變到標準鏡了 基於Vlog的拍攝需要的就是輕巧 然後呢超廣角 還要就是便宜的特性呢 我將鏡頭選擇標準呢 重量定在300公克以下 然後呢等效效率要在20mm以下 然後呢價格呢不要超過台幣2萬塊 基於以上的標準呢 我今天找的兩顆鏡頭就是Sony的E11 f1.8 跟E10-20 f4 PZG 這兩顆鏡頭 嘿大家好我是Gar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不定期介紹一些跟電影啊攝影還有器材的分享 歡迎訂閱喔 首先呢這兩顆的鏡頭的體積都非常的小巧 他們的重量呢 通通通都在180多公克左右而已 可能比你的手機還要輕 這對那種Vlog的用戶是一大的誘因 你可能會納悶為什麼我會介紹APS-C的鏡頭呢 這是只有ZV-E1這台機身呢才獨獨享有的 因為他的動態積極防手震呢 就是1.5倍的裁切 這剛好對於APS-C鏡頭的一個標準焦段裁切 剛好就是1.5倍 那這樣子的話呢你就可以同時擁有 超廣角的焦段 加上一個完美的防手震 OK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來看看測試影片吧 好我現在是使用11F1.8這顆超廣角來測試 那我現在完全沒有開啟任何的防手震 所以在周圍呢就有一圈這個成像圈 黑黑的 這個是應該是不大可以用 好參考一下 那我現在開啟積極模式來試看看 我開啟的這個積極的防手震模式 那你會發現這個成像圈小了很多 那11乘上大概1.3大概就是13 14 14點多這樣子 所以還是屬於很廣的一個範圍喔 在快速晃動的時候呢 那個成像圈的那個黑邊 就會跑出來一點點喔 這個是他那個防手震在做電子的修正 馬上就會修正回去了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這樣子的狀態呢 你可以在咖啡廳或者是昆暗的室內 使用這個模式 其實是不會有什麼樣的差別的 這個是可以這樣子使用的 好我現在用那個動態積極模式來試看看 好現在是11 f1.8這顆鏡頭 我開啟了動態積極 那你會發現那個成像圈幾乎都消失了 完全可以使用 只是1.5的裁切之下呢 11的焦段大概剩下 16.5 16.5 那還是一樣非常的廣角 我現在把手臂伸直了 你看非常的廣 是完完全全是超廣角的範圍 那我現在稍微走一下路 看看那個Vlog 往左震的效果感覺如何 好那你們現在看到的是呢 在Sony的這個直營店 那你來到這邊呢 可以適用他所有的機身跟鏡頭 可以讓你就是使用 滿意再購買 那這邊是個非常舒服的環境 好你看我這樣子走呢 其實這個 防手震的效果非常的好 動態積極 我現在走快一點看看 走快一點 我的手現在其實一直在晃 那這個動態積極模式下呢 我看起來 真的非常的穩 那走非常的快喔 我的手一直 感覺在抖 OK 現在轉過來 大轉彎其實你看 完全全是可以使用的 這種穩定度 非常的好 好現在用這個10到20F4 那我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防手震模式 所以他這邊有一圈的成像圈 黑黑的 這個焦段非常廣 十的焦段非常的誇張 那我現在給他切到 動態模式 看看 開啟動態的防手震模式了 那動態模式大概是乘以 1.3左右 所以是大概13的焦段 那你會看到還是有一點點成像圈 可是他在移動的時候呢 他會做那個防手震的那個 偏移 所以那個成像圈會再跑出來一點 如果你劇烈晃動的話呢 這個成像圈會再跑出來一點 可是他馬上又修正回去了 所以應該是還好 好現在我試一下那個 動態積極模式 這個10到20F4的動態積極模式 你會發現這個成像圈都已經不見了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因為動態積極呢 所以他的防手震非常的好 那我現在 稍微走一下 看看這個 效果 現在我在這個 Sony的直銀店這邊 那這邊的所有的 機器啊 設備啊 都可以讓你做適用 這邊是非常的好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走動 其實我的手臂一直在晃 所以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手震效果 那我現在走快一點試看看 好我現在走快一點 我的手臂其實一直在晃 但是你不要發現這個 防抖其實非常的好 我現在手臂一直在晃喔 我走的還蠻快的 還轉彎你看 OK 好這個是 10到20 開啟動態積極後的這個 呈現的效果 結果這樣子的適用呢 我真的覺得這兩顆 ABSC鏡頭呢 確實是 ZV-E1 搭配VLOG拍攝的 最好鏡頭 因為他結合了就是 輕巧 然後呢 超廣角 還有就是又很便宜 那11mm還有 F1.8的 超大光圈 可以讓你創造很迷人的 閃景 以及呢 拍攝星空攝影或者是銀河攝影 都很適合 那如果說你發現你不喜歡在機動態積極防手震的狀態之下呢 有那個 晃動的時候的那個黑邊 那我建議你可以在 後製的時候呢稍微把 畫面再放大的3%或5%左右 再放大一點 那那個他在做積極防手震那個 緩衝的那個黑邊呢就會消失了 那如果說你的預算夠多呢當然是可以使用GN系列的 16-35F2.8 或者是14F1.8 或者是12-14 那些鏡頭呢都非常的好 畫質非常的好 可是呢就是 又貴又重 那當中還有一個選擇就是 全幅的16-35F4 PZ G鏡 這顆還不錯 他夠廣 他夠廣 然後呢 再來就是 他也蠻 輕的 但是 超過300公克 他是 330幾公克 相對於來講是重了一點而且他要超過3萬塊台幣 以上的售價 所以如果說你是以畫質考量 你一定要最好的畫質的話呢 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GN鏡跟這些G鏡的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說你是 像非常在乎就是 價格 然後要非常的輕巧 200公克以內的 然後呢就是 還要夠廣 那我今天介紹的這兩顆APS-C呢就是11F1.8跟10-20F4PZ這個 居鏡呢 都非常適合給你們參考喔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喔 那希望有幫助到你 我們下回再見 Bye 我們下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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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致進一段 Public Silver 發致進去 其實是